好 馬上來關心杭州亞運的最新賽況 剛剛又傳回捷報了 就在稍早結束的網球男雙 我們的選手許玉修跟莊吉生 確定是擊敗了印度的組合 收下了金牌 而這面金牌真的是意義非凡 也寫下了歷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過去的網球 從來沒有在亞運拿下過金牌過 最好的成績 其實就是在這個男雙的銅牌了 所以因此呢 我們的這個許玉修跟莊吉生 昨天闖進金牌戰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的興奮 跟期待 今天上午的10點鐘初賽 也確定他們是已經拿到了金牌 這面金牌 除了他們自己很開心之外 也是我們這一屆台灣 在亞運賽史上拿到的第五金 不過我們其實來回顧一下 剛剛的這場比賽內容了 真的非常的精彩 我們的選手許玉修跟莊吉生 發揮了絕佳的默契 搭檔搭配得非常的好 只花了一個小時又12分鐘 就鎖下了勝利 其實在第一盤跟第二盤的時候 都是以6比4連拿兩盤 直接就獲勝了 那除了說這一場男雙精彩之外 接下來還有兩場這個混雙的四強賽 要接力來登場了 因為我們台灣有兩組選手 都闖到了四強賽 那接下來其實也要來看看說 能不能這個兩組的混雙選手 都接力的闖到了金牌戰 再度來上演金牌戰 台灣內戰金包贏的戲碼 最後要來看到是在射擊的項目 因為正見妹吳嘉穎他今天早上在資格賽 10公尺空氣手槍的部分 表現還不錯 現在也正在場館裡面進行最後的決賽 另外還有是我們的台灣蝶王王冠宏 他今天上午的大概11點半左右的時候 也出賽了 比的是他最拿手的200公尺的蝶式 那剛剛也確定說 他個人的200公尺蝶式 已經游進了晚間的決賽 預計會在晚上的8點半以後出場 那有任何的最新狀況 會隨時為您掌握連線 先將時間鏡頭交換台北棚內